今天金爆 在您看到新北市板橋 就在早上有一名男子开着名车 疑似服用了慢性病药物 导致恍神 他竟然高速行驶 撞进了超商里面 窝禁到了一名无辜的妇人 当场卡在车底下 失去了呼吸心跳 根据了解当时妇人和朋友相约好 提着莲花药一同去扫墓 竟然遭遇无测 一辆造车原本好端端执行在马路上 没想到行驶至前方路口时 却没有减速或改变方向 就这样暴冲撞进前方的超商 窝离门碎裂严重 货架被撞毁歪斜 商品刺散满地 现场一片狼藉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猛烈 巨大声响惊动负警预咒 他砰一声就很大声 两个年轻人在那边 他跳开了 一个矮一样 好好在门口正面被他撞下去 金手车祸发生在4号早上7点多 新北板桥户住街与杨明街梯子路口 肇事的临行男驾驶 当时载着货物准备前往附近市场摆摊 没想到行进途中却失控 撞进超商 酿起严重事故 肇事驾车卡在店内 有名老妇人则被卡在车底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老妇人性命垂危 紧急送一墙救后人选告不治 这天他本来和朋友相约在超商前 要去扫墓 没想到飞来横祸 遭逢死结 他要去帮他哥哥扫墓 鄰居40几年了 都是好朋友 心里能够没有办法接受 邻居除了不可置信 语气还有满满不舍 因为死者68岁的阳性劳妇人 退休后热心公益 常在社区巡守队及清洁队担任志工 和左邻右舍关系都相当辱洽 照是驾驶公称 当天是吃了慢性病药 疑似精神不济量货 经检测没有酒驾 后续被代凡所作笔录 厘清确切造势原因 但被撞的劳妇人 就这样浑缎沦下 现场斑斑血迹 和残留的莲花精纸 让人看了不神唏嘘 这林文杜云志新北参论报道